说我把女儿带到台湾来上学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她一定会被台湾的小朋友排挤 霸凌的那种行为让你们感觉不舒服 但前提就是因为你们是大陆的 身上三年级的时候 有一个小朋友 他就说大陆人听不懂回去 我就一脸无奈 那后来呢 嗨大家好我是肖肖 刚刚正好在路斗上 我看到我之前有发我女儿从大陆转到台湾来上学的那条影片 然后下面又有人开始评论 说我把女儿带到台湾来上学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而且还说他一定会被台湾的小朋友排挤 怎么了弟弟等一下 好了我们家弟弟也有话要说 还说我把女儿带过来上学这个错误的决定 会影响到他一辈子 那么严重我都有点害怕了 正好今天家里面有两个是从大陆转过来的小朋友 我从来没有跟他们正式的聊过这个话题 现在我们过去跟他们聊一下 看看他们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到底有没有被排挤 在台湾上学的他们到底开不开心 走 我们过来采访一下 可以进了 好 在这里有 天哪 我打扰你们一下可以吗 跟你们聊个天 我想跟你们聊个话题 你们俩先自我介绍一下 你们都是从大陆哪里来的 在云南 云南的 你在江苏省华安寺 初初是多大到我们台湾来的 好像是六岁的时候 六岁那个时候上幼稚园还是一年级 幼稚园 大班 那天一呢 我是那个二年级下学期快要期末考试的时候过 好 那初初你来台湾几年了 现在是几年 今年是第四年 然后我现在四年 初初都来四年了 天一现在是三 一整年 才来一年是不是 好 那阿姨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来了这段时间 在学校有没有因为你们是大陆的身份 同学或者老师有排挤你们 或者是对你们有霸凌的那种行为 让你们感觉不舒服 但前提就是因为你们是大陆的 嗯 那谁先说 你有吗 我应该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有 啊 你有那一讲 你的经历 就是我刚过来的时候嘛 因为我那时候是从二年级下学期快 升上三年级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半期有一个 我有 有一个小朋友 我们不说名字啊 不说名字 我们叫他小A 又是小A 小A呢 是男生女生 男的 男的哦 嗯 一开始就是 我跟他 我做 我第一次的时候 就是他在我旁边 那时候上学有几个星期了 我 我看他因为你给我布置家庭作业 我看他家庭作业跟我写一样 我说 你做家庭作业跟我写一样的 然后他说 走开啦 我当时就很懵 怎么了 怎么是 怎么这个样子 为什么对你这个态度 对 我也没有多想就回去了 他就说 大陆人听不懂回去 这么凶 对 我就一脸 无奈 又很生气 这样看着他 他就是因为你是大陆 之前因为你们没有 没有任何矛盾 就是因为 没有之前我跟他都没有 在一起过 就没有说过话 没有说过 就是那一次 你主动跟他打招呼 他突然就说了一句 大陆人走开 是不是这个 哦 那后来呢 后来呢 哦 好好奇 后来 他就 他上 就是下课的时候 就把他小伙伴叫我 说 张天是大陆人 怎样怎样不好 就跟别的小朋友在说 对 不要跟他玩 一大堆屁话 后来 后来呢 那被他跟他一起说的那些 那些小朋友 他没有向他说的 他有 他就是他们会一跟我讲话 我去考自由班 因为我是先考他后考 我考完的那一次 我下课回来 他都突然 变好了 不知道怎么 他说 不然变好了 对 他说 张天一考题是什么 张天一考题难不难 一下子太祖就变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都不知道 我又没有考上的时候 第二次考试 那他有没有是自由班 我是先考 他也要考是不是 他应该 他觉得 他应该是需要你的时候 才会对你 对 哦 对 楚楚讲的总结的很对 对 但是后来 他就没有因为自由生这件事情 再对我好 但是后面也没有再对我坏了 就是没有再提起说 你是大陆的 不要跟他玩 对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说 大陆不好 但是再也没有提我 他只会说大陆不好 他没有说 因为我是大陆 而说我不好 那好 这是什么时候 是三年级 刚升上去的时候 那现在 现在 他是我后面 那我 那我现在问你 他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在班级里面 因为是大陆的 所以觉得很难过 同学们都会让你不舒服 没有 男生女生都天天黏着我 都会黏着你 对 男生女生全部都 都很喜欢 是不是 基本上应该是 那种状态 你碰到的那个 可能就是很少数 不是说经常会出现 对不对 那是我第一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 对 我就感觉他是个屁 我当然不存在 他不是个屁 而且很多女生都很羡慕 我是大陆 说张天宇你吃过什么 你吃过辣条 你吃过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张天宇我好羡慕你 我也想吃 我学校也有人 他说 他说外大陆好多好多 好多好吃的 对啊 就是因为零食才认识大陆 你们同学都是喜欢吃大陆的零食 对 那从哪里知道的大陆零食 他辣条 都是辣条 还有螺丝粉是不是 对对对 你们可以跟他们介绍 不单单辣条 对啊 我有带给他们吃 怪不得你人缘那么好 男生也黏着我 现在都黏着你 那我现在问你 那老师有没有对你说 因为你是大陆的 所以说 对你平常不是很照顾 不是 我们老师是恰恰相反的 怎么了 我们老师 我们班同 所有同学都认为 因为我是大陆的 所以老师对我好 真的吗 真的 同学都说 张天宇 我做那样 老师都骂我 你做这样 老师怎么就不骂你 他就觉得 老师因为我是大陆 一直在宠我 真的假的 我的天哪 那你好幸运 出处是到了四年 从来都没有遇过 对 我们老师都很正常 对我还有台湾的同学 都是正常的 都是很一样的状态 都没有说特别的 说不好 或者特别的好 都是一样 同学也是是不是 对同学也是 问你们 你们在台湾生活的这几年 开不开心 开心 开心 因为是什么开心 因为我觉得台湾有海 有海 你以前的云南是没有海 对因为云南离海很远 很远 大海很漂亮 我跟海没有关系 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去海边那些地方 那你因为什么 我是因为我在台湾在第一次上学遇到这种像服务员为我服务的那种态度 谁为服务员 所有人 好像就是因为我是大陆的所以对我好 我们不是有一段时间老师的母亲的 就是有一些 生病的 葬礼 那一段是请代课老师吗 还这么跟他说 我们班张天宜是大陆的对他多一点照顾 真的啊 就是你们的代课 主客老师 我真的有听到林佛龙老师这么久 主客老师在有家里请假有事 不在的这段时间 他走之前跟代课老师特别还交代 说张天宜是大陆的对他照顾一点 天哪我好感动 妈妈就是觉得还有阿姨 包括你妈妈也把你们带过来 其实心里面也是不踏实的 所以说今天再有一些问题再问你们 就是希望给你们一个快乐的童年 因为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你们去要是要适应 我感觉不用适应 直接就放飞了 直接放飞了 那证明我们这次的决定是对的 好希望你们继续愉快的在这里生活学习 快快长大 拜拜 谢谢 聊完回来了 刚刚那个话最多的就是我们家女儿 刚才这些话 我也是第一次听她跟我在讲 当时听到她被霸凌的时候 我心里面真的好紧张 后来看到她这个状态 我就知道没有对她造成任何的影响 因为老师太温暖 同学太温暖 在没有问她之前 我真的有想过最坏的结果 被同学排挤 还有被老师喊杀摄影 因为她才上三年级还小 应该不会放在心上 但是没想到 她真的都知道 遇到她说的那件事情 我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每个家庭教育不一样 孩子的认知和素养也就各不相同 那个孩子后来态度的转变 我女儿也欣然的接受 没有记仇 更没有把矛盾升级 我觉得她真的很棒 是个大度有爱的孩子 其实整件事情最让我意外的应该是老师 记得当时我女儿转学过来的第一天 老师给我发了这样一条短信 当时真的有被温暖到 不要说是从大陆转过来 就算是新北转到台北 妈妈也会担心 但老师的话 瞬间打消了我所有顾虑 当时我就相信 女儿肯定会很快就适应生活 那时候我只觉得我女儿天怡 遇到了一个好的老师 运气很好 但没想到升上三年级 新老师依然是这样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台湾的温暖不是个例 能在这种温暖的环境下学习 被爱包围的氛围中成长 是我女儿的幸运 所以把女儿从大陆 转到台湾来上学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我有生以来 做的最对的一个决定 我嫁来台湾这两年 台湾留给我的 除了感动就是温暖 每次有大陆的朋友 让我介绍台湾 我都会跟他们讲 台湾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人